这家人正陪着6岁男童开心玩高空滑锁 没想到下一秒 男童的安全神突然断裂 就这么跌落12公尺的深谷中 幸好男童刚好摔进湖泊里面 他的家人赶紧跳进湖里救人 男童虽然饱受惊吓但却毫发无伤 现在出事的墨西哥森林游乐园 暂时关闭设施调查事故原因 划索意外还不止这桩 上个月美国克罗拉多州 也有一名10岁男童玩滑锁 以时速约50公里行进时 差点被另外一条滑锁打中 暑假来临专家也提醒到 游乐园玩真的要当心 因为不只是滑锁 连热门的设施 从云霄飞车到自由落地 全都危机四伏 后来游乐园把出事的自由落地彻底拆除 但专家警告不能预期游乐园总能安全把关 除了遵守游玩规范 游客要时时提高警觉 才能开心出门 平安回家 提前送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